各位觀眾,你現在看到的搖桿 看起來是一把90年代問世的超級任天堂搖桿 但這卻不是啊 這其實是傳說中的Sony和任天堂聯手設計的PlayStation原型機 2015年間,這台極稀有的原型機Nintendo PlayStation 被人重新挖出來 近期已在拍賣公司以30萬美金的價格賣出 這台愛的結晶是日本Sony和任天堂之間命中注定要合作的一部分 當任天堂突然宣布與Sony的競爭對手菲利普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時 讓合作計劃告吹 並導致Sony製造了一個名為PS1的灰色小盒子 據說當初開發了200台Nintendo PlayStation原型機 但是大部分的原型機已被銷毀 除了一台之外 根據EUrogamer報導指出 這台還能運作的Nintendo PlayStation 尋回全球直到上個月在拍賣公司Heritage Auctions網站上架 到3月6日當天最後以30萬美金 約合新台幣890萬的價格賣出 所以到底是誰買啦? 雖然努力保持低調 但是買主最後被發現 是51歲的房地產和科技大亨Greg McLemore 他最有名的事業為Toys.com和Pets.com McLemore向富比士雜誌表示 我希望讓這台主機不會被深埋在藝術某處 他說想將自己的收藏品拿出來 據他估計包括800多種投幣式遊戲機台 以及各種小型遊戲、貿易雜誌和原創藝術品 並建立一個永久性博物館來展示給大眾 這樣的博物館肯定不能做過啊